三十四太陽報 機倉老鼠試虐商務衝略萬五元斷證 國泰假豪客狗銷連環溝 2015年7月10日港民A01頭條國泰航空商務客委 旅客警示機倉老鼠 內地南機想偷盛客錢被捕 河南幫飛天爬手改攻國際航線商務艙盜竊 一名河南爬手辦生意人 購買國泰航空商務客委機票 在孟加拉達卡城楚國泰旗下港龍客機商務客委來港 在清晨時份乘客沉瑞士 手勒機倉行李貴 盜取兩名乘客萬五元現金 但被發現斷證 落機後被捕 警在其身上檢獲五種貨幣 懷疑它輾轉飛往多個城市賺食 另外 前日一班與國泰共享代馬的港龍客機 有廈門來港逃中 亦出現機倉老鼠 一 內地南被捕 本港警方今年押金共接獲38宗機倉杜斯坦 拘捕19名內地機倉老鼠 被捕的內地男子姓陳 報稱是河南人 自稱商人 調查顯示 它購買國泰 CX-5191航班商務客委 昨日凌晨一時許由曼加拉達卡飛往香港 但因該航班與編號 其 191港龍航空共享代馬 其 191由尼泊爾加德滿都出發經達卡飛香港 故陳在達卡登上港龍 CX-191空中巴士客機商務艙 據資料顯示 個機仍設有39至42個商務位 客機預計作辰7時許底港 新上檢5國貨幣至香港時間作辰5時許 有人懷疑趁乘客關燈休息時間 起身辦整理座位頂行李櫃內物品 其實是翻掉其他乘客的手提袋 期間被兩名機倉服務員發現 立即喝止 並通知機長報警 至早上7時許 航機降落香港國際機場 警員登機調查 以涉嫌盜涉拘捕姓陳男子 有兩名乘客證實分別被到去1000元美金 及7000多元港幣 警方在疑犯身上令發現人民幣 尼泊爾及中東杜拜的貨幣 郵件獲手提電腦 手提電話 手袋及金鏈等其他財物 警方不排除疑犯增機搏機輾轉飛行 在多個航班上賺食 返港市信手做多單以抵銷機票成本 令航班在區一看另外 一名陝西扒手前日登上港龍航空一班 由廈門來港客機 前日下午三時許 港龍與國泰共享代馬的航班編號 其A603客機 由廈門飛往香港道中 一名姓唐 五十二歲 的越南籍乘客 向空中服務員報稱為失了7000多元人民幣 其間有乘客指稱 目睹一名男子增打開其雙方的行李櫃 並且將部分行李移往另一個行李櫃 懷疑有人盜竊 機艙人員於是報警求助 至下午四時許 客機飛底本港機場後 警方登機調查 在一名四十一歲姓劉內地男子 身上搜出7000多元人民幣 以涉嫌企圖盜竊將他拘捕 據悉 該名姓劉男子是陝西人 計劃由廈門經香港飛往馬來西亞吉隆坡 懷疑他乘搭多段短程機搵食 今年直至目前為止 機場景區共接獲三十八宗機艙杜斯坦 被捕疑犯中有十七人線內地人 涉及不同航空公司及航線 本港航空公司翼中焦 除了最近兩宗發生港龍客機上 另有五宗發生於國泰航空客機 當中有兩至三宗發生於商務客艙 失物主要為現金、手提電話、手飾等 而最高失息金額約七十八萬港元 警方呼籲旅客小心個人財物 特別要小心留意自己的手提行李 設計將貴重財物妥善保管 勿將現金或任何貴重財物放置於機艙行李櫃 港龍航空表示 十分鐘是航機保安 機艙服務員會留意乘客是否有異常的行為 以確保乘客與航機的安全 如果遇到懷疑失色事件 機組人員會因應情況 案有關程序只會執法部門 並且建議乘客小心看管個人行李及財物 批評 那個 還在想 遇下 便